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后庭花成为陈朝国破家王的预兆 也成为后世历代帝王的前车之剑 唐代诗人刘雨夕便曾在诗中感慨 那么刘雨夕此诗究竟有何深意陈后主所作这首玉树后庭花又描绘了怎样的宫廷生活呢 以诗心感悟历史 以历史解读诗词 吉林师范大学侯海荣教授做客百家讲坛 带您一起走进那段错综复杂而又惊心动魄的魏晋南北朝 敬请收看诗说魏晋南北朝第二十集 只缘一曲《后庭花》 观众朋友 大家好 赏诗歌 探历史 诗说中国史 我们继续诗说魏晋南北朝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首刘雨夕的诗 台城六代 净豪华 节起临春 试最舍 外户千门 承野草 至原意去 后庭花 这首诗的题目叫台城 那台城在哪儿呢 台城的旧旨在今天的南京 那诗人为啥以台城入题 台城有啥不得料的吗 台城太料不得了 台城它原本是六朝时期 宫城的所在 这里既是帝王临政起居的地方 也是帝王纵情有乐的地方 所以 台城 这是观察六朝历史 一个非常特别的窗口 刘雨夕呢 就是从这个特别的窗口 一落笔 吊骨伤筋的感觉 一下子就拟散开了 咱们这一集呢 就来聊聊和台城有关 六朝收尉的那段历史 台城六代 净豪华 这里所说的六代 指的就是六朝 那六朝到底是哪六朝 历史上的六朝指的是 东吴 东晋 宋 齐 梁 陈 一共六个朝代 这六个朝代的君主 他们的眼光出奇的一致 他们都相中了南京 都相中了这块虎聚龙盘的 风水暴地 先后定督南京 由此呢 南京也被誉为 六朝金粉地 金陵 帝王昼 所以你看刘雨昕 这首诗起句就是 台城六代 净豪华 意思是说呢 整个六朝 从三世纪初到六世纪末 有四十多个皇帝 在这儿轮番登场 又在这儿竞相豪华 一派金陵旺旗 那大家琢磨琢磨 刘雨昕是不是 仅仅通过静 这一个字儿 就打通了六朝 三百多年的历史 所以我说 刘雨昕的怀骨是绝对大牌 人家这个大牌 不是耍出来的 那是真功夫 那在六朝当中 排序最末的是哪一朝 是宋齐良臣的臣朝 所以我们再看刘雨昕 他在总写六代豪华之后 直接一跳 就跳到了最后的臣朝 紧接着拎出一句就是 节起临春 是罪奢 这说的是啥呢 六朝的皇帝 一代比一代奢秘 他们在江南 这个烟雨迷蒙的萧金之地 想尽世间的大富大贵 尤其是陈朝的末代皇帝 简直说咪得不像话 那陈朝的末代皇帝是谁 陈书豹 历史上的陈后主 陈书豹继位后 他就开始大兴土木 建了三座楼阁非常有名 名字分别叫 节起阁 临春阁 还有望仙阁 这三座楼阁 穷土木之棋 及人工之窍 所以刘雨昕说 节起阁 临春阁 最为好设 节起临春 是最设 那最设 能设到什么程度 史书上说呀 这三座楼阁 高达数十丈 高耸入云 要问啥材质的 清一色 沉香坛木 那用啥点缀点缀呢 全都是 珍珠 翡翠 美玉 金石 阁内设有 宝床宝杖 在这三座楼阁之间 还有一个天桥 凌空衔介 人家陈书豹 上这个楼里头 溜达溜达 上那个楼里头 溜达溜达 他的那大帮 飞瓶们 打扮得一个比一个亮 天天在那 倚着栏杆 望穿秋睡 恍若神仙 台城六代 净豪华 节起临春 是最设 这一句的 是最设 仅成上一句的 净豪华 那既然 陈书豹的设 能成为 六朝之最 而陈书豹的下场 也自然有 最奢 转向最惨 最惨有多惨 万户千门 成野草 大家说 在古诗的意象当中 野草这个意象 太刺眼了吧 你看 如果我说 如果我说 春风 秋月 夏蝉 冬雪 这有多么失忆 那我再说 野草 啥感觉 关键这野草 它不是生在草原 长在草原 它不是离离园上草 啥地方 才会野草疯胀 这地方 肯定是 没人瞅 没人看 没人去 没人惯 对不对 那台城是啥地方啊 那是江南加利地 中山奉玉城 可是呢 六朝一个接一个地灭亡了 昔日千门万户 变成断瓦残院 我说刘雨昕 这句转折转得真好 好就好在这个城字 上一句 他把豪华推向五语伦比 而这一句 他将豪华降到 转顺成空 南京 既是座美貌的城市 也是座 忧伤的城市 那陈朝覆灭的原因是啥呢 我们看结尾一句 刘雨昕这首诗 简直是图穷比首限 只缘一曲 后庭花 关于这个后庭花 到底是啥花 有学者考证出来 三四五六种 我比较认同的是 百玉兰花 这种花呢 当年大多种在后宫的庭院 所以呀 叫后庭花 后庭花开非常漂亮 那个白劲 那个透劲 整个树冠 就像玉一样 所以又叫玉树后庭花 那既然后庭花就是花 它可以是一朵 可以是一枝 可以是一树 可以是一片 那怎么还成了一曲后庭花呢 这个玉树后庭花呀 它原本就是岳府的一支曲子 要说陈书宝 陈后主这个人 你看他当君主不及格 但是他的文艺范儿 那是真够范儿 后来呢 这个陈后主 就给这个玉树后庭花 添上了新词 那很显然 这是以花名 作为曲名的 所以刘雨昕说 这日原意起后庭花 台城六代敬豪华 结起临春誓醉奢 在陈朝的深宫之中 歌舞不断 美女如云 陈后主在此单于酒色 又醉心诗文 在安乐之中 逐渐消磨了 治国理政的斗志 初登帝位的他 也曾勤政爱民 求贤若渴 后来却沉溺于 声色犬马之中 不问正事 常言道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陈后主所作的这首 玉树后庭花 究竟描绘了 他怎样的安乐生活 在陈后主最新温柔乡之际 又有怎样的危机 正在向他悄然逼近呢 说起历史上的后主 如果我们按诗词造诣 给排个座词 做头把交易的应该是谁 那肯定是南唐后主李玉嘛 可是啊 这个南唐的李后主 和我们现在说的 陈朝的陈后主 这俩人还真挺像 所以有人调侃说 他俩呀 都是被当皇帝耽误了的 文艺大咖 不过呢 李后主 因为恰似一江春水的哀愁 成为千古绝唱 陈后主呢 因为一曲后庭花 被后人拉黑了 为啥呢 就在陈书宝当皇帝那个时候 这只曲子 玉树后庭花 在宫中爆火 当时呢 陈朝专门选出来 一千多宫女 组成一支大型的歌舞团 然后呢 加班加点 培训 彩牌 会演 就在这个时候 北方的隋文帝 默骂丽兵 建制陈朝 所以 一曲 玉树后庭花 让刘雨昕 不禁对陈书宝的 娇舌演绎 好一番感慨 万户千门 成野草 指缘一曲 后庭花 我们说刘雨昕 这个判断 非常果断 诗人把陈朝灭亡的根由 指向了一支曲子 这体现出诗人 小中见大的艺术功力 这体现出诗人 直指现实的批判锋芒 那历史上的陈书宝 史书当中 对他有哪些报道 玉树后庭花 到底都写了啥 咱们先说说陈书宝吧 我们说陈书宝 是个不称职的皇帝 一点都不冤枉他 咱就说光是不称职 也就算了 陈书宝还昏庸 光是一点点昏庸 也就算了 昏庸指数还冲上了五颗形 史书上说啊 这个陈书宝 有个宠妃姓张 张贵妃 原名张丽华 张丽华脸若昭霞 积福圣血 慕死秋睡 顾盼圣会 我们说这些用来形容美女的词 我们在古书上见得多了 一点不觉得新鲜 倒是张丽华的长头发 真的挺新鲜 张丽华的长发有多长呢 发长七尺 光亮如气 乌黑可见 张丽华 那不是长发极腰 那是长发脱地 难得的是 这个张丽华 不仅是个长发美女 还是个长发才女 后来呢 陈朝宫中的大事小情 全由张丽华掌控 那玉树后庭花是咋回事呢 在陈书宝入主东宫的时候 也就是陈书宝 还是太子那个时候 东宫当中就聚集了一大批文人 组成了一个 具有相当规模的文学集团 后来呢 等到陈书宝登基之后 这个文学集团的热度 持续攀升 因为他得到了皇权的 进一步庇佑 这个时候 陈书宝已经没心思 治国理政了 君臣一起 在妩媚的江南 他们沉溺于 宫体诗的创作 他们在玫瑰色的世界里 终日做着粉红色的梦 那啥是宫体诗呢 中国古代诗歌啊 如果按照题材分类的话 它可以分成好多类 比方说 山水诗 田园诗 边塞诗 战争诗 赠别诗 游仙诗 道王诗 等等等等 那陈书宝的玉树后庭花 属于哪类呢 它被列入宫体诗的范畴 那宫体诗又该怎么界定 这里的宫 指的是宫庭 所谓宫体诗 既指描写宫庭生活的一种诗体 又指宫庭形成的一种诗风 在内容上呢 宫体诗多数是写什么 风花雪月呀 男欢女爱呀 歌声无影啊 还有单纯用物啊 在形式上呢 宫体诗多数很注重生律和谐 追求词才尽秀 总的来说 宫体诗 这是被上流文化圈所热捧的 贵族文学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这首玉树后庭花 前诗是怎么写的 丽与方林 对高阁 新装艳制 本清成 硬护凝胶 榨不尽 初为寒泰 笑相应 妖极脸色 花寒露 玉树流光 赵后庭 丽与方林 对高阁 新装艳制 本清成 第一句 说的是宫中建筑 美轮美化 第二句 说的是宫中嘉丽 倾国清成 硬护凝胶 榨不尽 初为寒泰 笑相应 这三四两句 通过动态描写 进一步刻画出 美人出场的 娇修点点 寒情默默 妖姬练寺 花寒露 玉树流光 赵后庭 妖姬 就是指妖艳的美女 这五六两句 说的就是 妃嫔们 千娇百媚 后庭花 流光异彩 人如花 花似玉 这是美罪了 那么整首 玉树后庭花 我们看完了 如果我们要提炼出 一个主题的话 能不能提炼出来 玉树后庭花 无外乎写了四美 第一 宫廷美 第二 楼阁美 第三 女人美 第四 后庭花美 这就是 香艳扑鼻的 玉树后庭花 那么这个玉树后庭花 它还有一个版本 另一个版本呢 是在这六句的后面 又加上了两句 花开花落 不长久 落红满地 归记轴 那么我们根据 全时的内容 可以做出判断 这两句 就是个称语 就是个语言 它预示着 陈书宝的好日子 快到头了 就像后庭花一样 花谢花飞 花满天 它预示着 陈朝的宫廷里 夜夜唱着 不变的后庭话 但是陈书宝 就坐着随时 可以爆发的火火山 亡国之期 越来越近了 花开花落 不长久 落红满地 归记中 这两行诗句 似乎一语成衬 揭示了 陈朝即将到来的命运 西晋末年以来 南方与北方 已经经历了 三百余年的 动荡与战乱 随着北周父王 杨坚称帝 北方的局势 已经基本稳定 而南方经历了 六朝的变迁 与陈朝四代君王的更替 政治与军事的大权 最终交到了 陈书宝的手里 作为南北两方的代表人物 陈书宝与杨坚之间 似乎终有一战 那么作为对手 陈书宝为何看到杨坚的画像 竟会大惊失色 随与陈之间 又将展开怎样一场 殊死夺斗呢 万户千门 成野草 指着原意去 后陈化 接下来呢 我们以这首诗 做个印子 走进历史深处 去看看陈朝 到底是怎么覆灭的 我们都知道陈朝 是被隋朝灭掉的 那在当时 隋朝的君主是谁呢 是隋文帝 杨坚 陈朝的君主 就是咱们现在讲到的 陈书宝 要说起杨坚和 这个陈书宝这俩人啊 他俩还真的有点缘分 啥缘分呢 他俩登基的时间 几乎是较前较后 巧合的是 他俩去世的时间 也在同一面 那陈书宝咱们说过了 杨坚又是一个 什么样的人呢 且不说隋朝是怎么把陈朝灭掉的 单说 陈书宝只是看了杨坚的画像 就差点被吓死 史书上说呀 杨坚是在一个寺庙里降生的 当杨坚降生的时候 紫气冲停 整个院子里都飘散着紫色的云气 这种氛围 这种氛围够磨欢吧 这是什么 这是史家笔法 这叫什么 这叫帝王神话 即管是神话 话还得说回来 杨坚这个人啊 还真挺了不起 杨坚 所以只当一个北方的皇帝 占有半壁和善 这怎么能是杨坚的志向呢 不过呀 随朝灭臣 还真的不是一见俯后 我把他的答法 他的过程 简略地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宫心术阶段 最开始啊 这个杨坚采取的策略 非常温和 比方说 他和南臣的书信往来 措辞啊 语气啊 都非常委婉 非常谦卑 而且呢 杨坚还主动派出使者 出使陈朝 那目的 无外乎有两个 一是示弱 二是示好 核心套路 就是想把陈朝稳住 为啥要把陈朝稳住呢 因为在当时啊 隋朝北边 受到突厥的威胁 那如果双线作战 势必父辈受敌 所以杨坚呢 就在炮弹外面 裹上了一层糖衣 并以此作为润滑剂 第二个阶段 假动作阶段 就在隋朝商量 灭尘大忌的时候 有个溥业 上了一忌 这个忌策 是啥忌策呢 那我们都知道 中国的南方北方 收割庄稼的季节 是不一样的 这个溥业的计策 就是说 我们要打这个时间差 就在陈朝收稻子的时候 咱们隋军就派兵骚扰 那么陈朝一定 吞兵防御 等到陈朝把收稻子的士兵 集合完毕 咱们隋军就卸驾收兵 这样来来回回 折腾他几回 陈朝一定就放松了 到那个时候 我们在乘机而入 杨坚采纳了这个建议 他一面派兵虚张声势 一面派人赶造战船 那陈淑宝啥反应呢 陈淑宝果真被这个障眼法 蒙蔽了 这个陈朝一开始 也惊恐 也慌乱 可是到了后来 就变得又疲惫又懈怠 这总汉郎来 郎也不来 所以呢 接下来 这就为隋朝进攻陈朝 增加了突然性 第三阶段 郎真的来了 就在陈朝已经对隋朝 携带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隋文帝 决定渡江灭陈 在出发之前呢 隋文帝下诏 揭露陈淑宝罪恶二十条 然后抄写复制了三十万份 派人到江南大面积散发 有人就说了 发传单这件事 可以看出这个时候的隋文帝 自信心爆棚了 其实不完全是这样 隋朝之所以逛而告之 意在调民法罪 争取人心 象征自己乃仁义之事 话说 五百八十八年冬天 阳间隆重逝世 隋朝大军如同洪流一般 兵分拔路 要问隋朝这支队伍的兵力 有多少 共有行军总管九十人 兵力五十一万八千人 有零游证 不少吧 这是自打前秦 福坚南征以来 又一次大规模统一战争 当告急的文书传到京都建康 陈书宝啥心态呢 我要告诉大家 陈书宝自我感觉相当良好 陈书宝想当然地认为 北方士兵速来不惜水战 再说了 长江天谦 插翅南飞 你就是隋军杀过来了 你又能掀起什么大风大浪 到了五百八十九年正月初一 这天清晨 陈朝的军臣还在憨睡之中 隋军两支部队已经分进合击 这个时候 隋朝部队里出现了两位 在进入史册的一级战将 韩秦虎贺若碧 韩秦虎亲率精锐 夜渡彩石 接着攻入朱雀门 率先打进了剑康城 可是啊 当韩秦虎一行 他们进入皇宫的时候 东照西照西照东照 哪儿也找不着陈书宝 陈书宝蒸发了 在景阳殿 有一口枯井 这隋朝的将士们 就往井里头看 里面没动静 然后这个隋军就扬言 说有没有人往下扔石头 这个时候 井里传出了汗叫声 那井里头是谁呢 这隋军呢 就用了一个大粗绳子 系了个大筐 然后就竖到井里头去了 可是呢 一帮人往上拽 拽不动 太沉了 等到拽上来的时候 一看 第一个陈书宝 第二个张丽华 第三个某某某 这三个人抱在一块 能不沉吗 台城失手了 陈书宝被扶了 张丽华被杀了 我想说的是 我想说的是 陈书宝 无论是江南才子 还是江南天子 张丽华 无论是红颜祸水 还是红颜薄命 他们的结局 都是悲剧的 我们通过梳理 陈朝灭亡的前前后后 当然 这里的内阴外阴 会有很多 不过我个人以为 核心的一点 就是陈书宝 带领的陈朝团队 他们文田武戏 昭歌夜贤 他们就像一只青蛙 在温水里 渐渐被蛀死了 随着一曲厚亭花的落幕 魏晋南北朝的时代 也激进北升 在这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中 我们通过诗文加作与史书典籍 见证无数跌宕起伏的人生 也品味了千百种 复杂多变的人性 有人马格果师战死疆场 也有人醉生梦死暗自颓堂 有人鞠躬尽瘁死而后矣 也有人穷途痛哭 一世独立 有人忍辱负重 忠诚罢业 也有人闲冤复屈 未能善终 那么承载着悠悠南辰旧式的厚亭花 将会给厚世带来怎样的启示 陈淑宝最后的命运 又会何去何从呢 请继续收看 吉林师范大学侯海荣教授 做客百家讲坛 带您一起走进诗说 魏晋南北朝第二十集 只缘一曲厚亭花 万虎千门成野草 只缘一曲厚亭花 陈朝亡国了 可是厚亭花火了 厚亭花成为后世永史时的一大热点 杜牧写过呀 山雨不知 王国恨 隔江游畅 厚亭花 李商也写过呀 陛下若逢 陈厚堵 起疑 重问 厚亭花 那为什么诗人写到 王国的主题 一定要提到厚亭花呢 有人就说了 说因为呀 这个厚亭花 就是一个不祥之兆 这话说的没错 陈朝灭亡的前夕 还真的有预兆 这个预兆是啥呢 是一场大雾霾 这场大雾霾浓度相当高 当时整个建康城弥天漫地 陈叔宝昏睡不幸 就在这一天 随军兵临城下 那这个厚亭花 作为不祥之兆 该怎么理解 玉树厚亭花 在当时陈朝的宫廷 一度非常流行 就在陈朝 已经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 陈叔宝还在和一大帮的歌儿舞女 吃呀喝呀乐呀唱呀 所以毫不夸张地讲 陈朝大雅倾倒的过程 也是一曲后亭花 宫中盛行的过程 那么我们都知道 所谓诗歌异象 就是诗人的主观之意 加上外物的客观之象 陈叔宝成了王国之君 那后亭花就成了王国之音 这二者之间 被情感逻辑 被诗学逻辑 绑定到了一起 后亭花呢 由此也成了后来诗歌美学当中 一个独特的异象 只不过呀 这个异象有点负面 被称作王国异象 那陈朝覆灭了 陈叔宝将迎来怎样的命运呢 大家还记得三国时期的刘善吧 司马昭不是专门让蜀汉歌迹 来演奏蜀汉的乐曲吗 人家杨坚呢 真比司马昭强 他对这个陈叔宝还真的挺忧待 第一 他允许陈叔宝以三品大员的身份上朝 第二 杨坚呢 也邀请这个陈叔宝参加宴会 但是啊 他担心陈叔宝伤心 所以呢 杨坚从来不演奏江南音乐 可是啊 杨坚想多了 人家陈叔宝的心哪是一颗玻璃心 人家陈叔宝的心 那是钢筋混凝土的超级坚硬 陈叔宝简直就是个酒懵子 天天醉眼惺忱 如果有谁看到陈叔宝清醒 那都是小概率事件 或许 这也是陈叔宝用来保命的一个策略 不管怎么说 陈叔宝被俘16年之后 并适于洛阳 这对于后主的身份来说 也算善中了 历史真的让人心碎 也让人感慨 随文帝杨坚 历经土治 可是到了他的儿子随杨帝 杨广就下滑得很 巧合的是 偏偏这个杨广和陈叔宝又是一路货色 所以呢 他俩死后的嗜好都是杨 一个随杨帝 一个陈杨帝 嗜好为杨 说明了啥 说明这人不是暴君 就是荒主 所谓暴君 就是不把人当人 所谓荒主 就是不把事当事 暴君 就是随杨帝那样的 荒主 就是陈后主那样的 台城六代 静豪华 节起临春 誓罪舍 万户千门 城野草 至圆一去 后庭化 如果说 以事为鉴 那陈锋的一段 南辰旧事 让我们得到 怎样的历史范思呢 我觉得还是那些老话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忧劳可以兴国 抑郁可以亡胜 没有忧患的个人 是颓废的 没有忧患的民族 是沉沦的 没有忧患的国家 是危险的 台城六代 静豪华 节起临春 誓罪舍 万户千门 城野草 至圆一去 后庭化 当繁华泄墓 当红粪成灰 当万户千门 成野草 曾经被鲜花簇拥 曾经被美女环绕的 陈锋豹 把镜头 让给了隋文帝 对峙了三百多年的 南北 忠于一通 不过呢 隋朝 二世二亡 是一个断命的亡朝 但是隋朝作为一个过渡的朝代 它向上承接的是南朝 北朝 向下 开启的是大唐盛世 回望整个魏晋南北朝 这是一个军心动魄 又扑朔迷离的时代 这是一个风起云涌 又精妙绝伦的时代 这是一个血火交织 又文采飞扬的时代 将帅 关公走马 豪杰 雄子应发 贤相 鞠躬尽瘁 勇者 中流积极 名士 竹林笑傲 施家 驱水流伤 这里 有挣扎的人 他们用挣扎 扣问生命的阵地 这里 有荒唐的人 他们用荒唐 书写荒唐的传奇 这里 有躺平的人 他们用躺平 着释人格的独立 赏诗歌 探历史 诗说中国史 诗说魏晋南北朝 到这里 就全部结束了 感谢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 再见 感谢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